紅色 白色 黃色 各種不同色系及花種的 杜鵑花盛開 吸引許多民眾駐足觀賞 除了拿起手機自拍之外 更有攝影愛好者 拿著相機四處取景 要把杜鵑花的美麗倩影 用相片保留下來 其他這個白的啦 粉紅的啦 好多地方都有 是不是 不過不錯 我們台北市政府 很認真 很努力 他們每年都會在這個花季 會辦一些 文化活動 我覺得這是很棒的 而且春天花開得這麼漂亮 當然是要出來走一走 就大家不要忘了 除了在日本有櫻花 在荷蘭有郁青夏 我們台北有我們的 市花 杜鵑花 大家可以賞花 然後聽音樂 吃野餐 為了讓更多市民朋友 認識台北市的市花杜鵑 觀傳局特別舉辦 一系列的杜鵑花季活動 其中在大安森林公園 就有大型的野餐音樂會 邀請民眾賞花 聽音樂 野餐 吃美食 享受一個浪漫的週末假日 因為其實在台北市的很多的 的那個分隔島 像仁愛路 蒙甲大道 都種了很多的杜鵑花 甚至新生南路 但是大家都看到好像覺得 好像就是一般的花 都不知道它是我們的市花 所以我們也是希望說 趁這個機會讓大家知道說 其實你在路邊看到的 其實不是野花 是杜鵑花 那大家可以親近 而且杜鵑花其實對 整個淨化空氣也是有幫助 現場只見全家大小 情侶或朋友 帶著帳篷跟野餐店 坐在草地上享受大自然的美景 還有許多胖卡美食 以及文創單位攝灘 賞花民眾有的吃又有的玩 也讓台北市的年度盛事 杜鵑花季 升值民眾心力 開播到台北市新聞 曹德華 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